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 按照以往的传统呢 国庆日当天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带领之下 法国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今年的法国国庆呢 有两点与以往不同 第一就是法国在国庆日把印度当作主兵国 因为恰巧印度总理到法国来访问 而且莫迪是携带了上百亿美元的武器订单来的 所以法国上下极为重视 在国庆日当天 莫迪总理和马克龙总统夫妇共同检阅了法国的军队 而且阅兵队伍中首次出现了印度防阵 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授予印度总理莫迪大十字军团荣誉勋章 这是美国北约等法国的盟国领导人都未曾享受过的待遇 所以很显然 法国对于莫迪这次来访是极为看重的 而另一方面呢 今年的国庆不像以往的喧嚣热闹 法国很多市政取消了应有的庆祝活动 法国全国共安排了超过13万的军警 为什么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法国爆发了大骚乱 大游行 零元购 幸亏啊 法国政府最终采取了断网的策略 才使得这场大游行在法国国庆之前销声匿迹 但是很多人都担心 国庆的游行氛围有没有可能使得大暴乱死灰复燃呢 所以法国军警们是提着心吊着胆 度过了这场国庆的 可问题是只要骚乱的基础还在 哪怕过了国庆 说不准要不了多少时间 法国的大暴乱就又会卷土重来 因为按照法国人自己的讲法 法国正在慢慢沦为欧洲病夫 前些年我们经常说 美国爆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所以这几年以来啊 美国的大游行大暴乱 零元构是此起彼伏的 黑人弗洛伊德被跪死事件 只是一个导火索 由于美国黑白之间 几百年来的种种矛盾 所以只要稍微有一点火星 就可以星火燎原 美国是这样 法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前不久年轻的纳哈勒 悲剧性死亡事件之后 席卷法国的城市暴力浪潮规模 已经超过了2005年的骚乱 也超出了人们的理解 而这次暴力事件的发生 无疑标志着法国民族解体进程的加速 暴力已经超出了一切的限制 不管是针对财产的还是针对个人的 暴力活动已经波及了法国整个国家 而未来随着法国经济的进一步下挫 暴力活动会不会屡屡重来呢 到那个时候 法国是不是真的要彻底沦为欧洲病夫了呢 这些年来欧洲经济不太好 说实话欧洲病夫这个词 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年了 只不过最开始啊 欧洲病夫指的是一些小国 比如说像希腊之类的 他们国土狭小 人口稀少 GDP总量很低 稍有风吹草动 国家经济就举步不前 后来欧洲病夫慢慢变成了 葡萄牙西班牙这些中等发达国家 甚至意大利 而这两年以来 人们频频提起欧洲病夫 他的指代却变成了英国 德国甚至法国 尤其是法德两国呀 他们一个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另一个是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这两个国家在最近两年 也频频的被认为是欧洲病夫 德国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成长是负的 所以德国已经进入到了经济学上的衰退 德国可是欧洲大陆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呀 最强的经济体都已经步入到衰退 何况其他经济体呢 而法国呢 法国的情况可能比德国还要糟的多 前不久 法国费加罗报就刊发了 题为法国欧洲病夫的文章 作者认为啊 自2015年以来 法国实际上有四场运动接踵而至 造成了一种越来越不冷静的内战气氛 哪四场运动呢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浪潮为部分穆斯林社区破坏法国共和国的机构和价值观铺平了道路 而黄背心运动则显示出法国市郊地区的衰落和被抛弃的感觉 前不久 对养老金改革的过度抗议则表达了中产阶级对贫困化的焦虑 最后此前几周郊区的骚乱则突出了整个法国国家和人口的反常现象 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不是由法国法律 而是由毒品贩运和社区规则所统治的反社会之中 是的 过往这些年 法国的乱象一桩桩一件件 而且越是最近几年越得到了集中的爆发 以至于该文作者非常悲观的指出 法国近些年来面临几重失败 首先是经济的失败 零增长 生产率增长下降 这些都预示着法国在这个十年结束之时 甚至有可能被踢出世界十大经济体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要知道韩国去年还经济排名全球前十 今年就已经排在十三了 有时候经济层面的下坠 远比我们想象的快的多 法国同时也面临着财政失败 法国的公共债务超过了三万亿欧元 还有占国内生产总值146%的私人债务 和占国内生产总值7%的贸易逆差 和美国一样 法国这些年来也被他的公共债务所困扰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强推延迟退休法案的原因 因为他非常清楚再不延迟退休 法国将被沉重的公共债务所拖垮 同时法国也面临着公民失败 一个摧毁公民身份的福利国家 70%法国人的收入严重依赖社会援助 一个无法控制的移民群体的分离 一个只以社交网络为唯一参照的年轻群体 这一次法国的大骚乱大游行 集中体现了法国的公民失败 大家知道吗 几周之前法国人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匪徒 可是这些匪徒的平均年龄竟然只有17岁 甚至马克龙总统告诫法国的家长 说你们要管好自己的孩子 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子上街游行 失败的年轻群体造成了法国今天的乱象 法国同时还遭遇着政治失败 一个臃肿而无能的政府垄断了58%的GDP 却无法完成其维持安全的主要任务 比如保证在教育卫生或交通领域的基本服务 法国人很显然对自己的国家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他们非常了解法国近些年来正在不断的沉沦 尤其是过去两年以来 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 法国更是跌入到了无法摆脱的窘境之中 我们经常讲俄乌战争打了500多天了 在这500多天以来 全欧洲都遭遇到了极大的威胁 能源危机 经济危机 而且俄乌战争带来的仇恨还与日俱增 尤其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 本来马克龙当年当选的时候 他说北约已经脑死亡 他要求欧洲组建自己的军队 他希望带领法国带领欧盟独立于美国而存在 可是俄乌战争使得马克龙的所有构想化为了泡影 法国必须被牢牢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 导致法国不单一方面要大量输血乌克兰 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不断沉沦 社会矛盾重重 以至于法国都要沦为欧洲病夫了 所以很显然 法国人也意识到了他们所出的危机 也非常想摆脱现在的处境 可问题是俄乌战争还在打 西方世界表面上还都得团结一致 所以你要求法国不援助乌克兰 你要求法国继续和俄罗斯做生意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马克龙总统或许想到了另外一条道路 那就是可以与俄罗斯经济脱钩 但绝对不能再和世界经济脱钩了 于是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马克龙在外交上也是颇为积极的 首先马克龙到我国来访问 马克龙来访之时 西方世界正弥漫着与中国经济脱钩论 美国的很多人提出说 既然他们能和俄罗斯经济脱钩 那么要不要考虑一下也和中国经济脱钩呢 因为毕竟过去这些年来 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使得美国人害怕了 胆寒了 甚至美国也向他的欧洲盟友提出 要共同与华经济脱钩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马克龙来中国访问了 马克龙在回程航班的时候 接受记者的采访表示说 法国和欧盟绝对不会和中国经济脱钩 马克龙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 也意识到了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 对法国的重要意义 马克龙甚至提出说 当今世界是由中美两强领导的 而法国要预争带领欧盟成为世界的第三级 在马克龙的带动之下 欧洲各国纷纷表示 绝对不会和中国经济脱钩 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前两天访华之后 也坚定的表示了美国的这一态度 对法国来讲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 自然能够使得它的经济迅速成长 这恐怕也是摆脱目前窘境的最好方法了 而另一方面呢 马克龙的目光不只盯在中国身上 它还盯在其他大国身上 比如说今年八月份在南非要召开金砖国家峰会 马克龙作为法国总统 他表示说非常希望参加这场峰会 要知道金砖峰会的参与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金砖峰会不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 而法国作为西方国家中的重要成员 马克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提出要加入金砖峰会的法国总统 这说明马克龙也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了 只和美国做生意 那对法国经济是不健康的 尤其是法国为什么要这样热烈的欢迎莫迪到访呢 而且精心的选择了法国国庆期间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这些年来也是俄罗斯和西方共同争夺的对象 美国几次三番的游说印度希望他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大军之中 可是印度是不为所动的 印度不单不制裁俄罗斯 反而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解了普京的燃眉之急 而这一次法国对印度的热情接待可绝不是附加任何条件的 法国和美国不一样 法国不需要印度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中来 恰恰相反 法国某种意义上还要通过印度搞好和俄罗斯的关系 尤其是莫迪一来就携带了上百亿美元的军购大单 这对法国来讲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大家别忘了也就是在几年之前 本来法国都和澳大利亚谈好了 要出口给澳大利亚潜艇 这是一笔几百亿美元的大生意 结果这笔生意生生的就被美国给截糊了 美国跟澳大利亚讲 你不是要买潜艇吗 干脆你别买法国的 你买我的核潜艇啊 我价格低比法国的续航时间还长 最终在美国的搅和之下 法国这笔已经吃到嘴的肥鸭子 生生的就飞掉了 这件事闹得美国和法国之间 差一点走到断交边缘啊 可是法国人也明白 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终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了 可是潜艇不卖给澳大利亚 法国还可以把他的武器卖给印度 所以对于莫迪的招待自然是非常的热烈 法国也知道印度近些年来经济崛起非常迅速 莫迪总理更是说 几年之内印度经济总量要排到世界前三 所以法国也想搭上印度经济成长 这股顺风车 有人以前说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过往20年来 您可能不相信 可是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 亚洲经济的全面崛起已经到来了 而欧洲正在不断的沉沦 俄乌战争还不知道要打多长时间 而欧洲病夫会不会一个又一个出现呢 所以我真是有点相信了 21世纪真的是亚洲的世纪吗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